我跟你说不止你身边很多人也都问我到底要不要结婚 像我不结婚有自己的房有自己的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时间学习赚钱健身旅行 没有男人动你东西弄到你的家 也不会有小孩惹你生气盼住你的手脚 但是结婚呢也有结婚的好 就像我闺蜜委屈了有人讽生病了有人陪 就连下班晚了老公都会把心爱的螺丝分给做好 而且他们马上也有自己的小baby啦 最重要是结不结婚都会影响你变好 走了 你东西都买了没啊 你比我孩子还有五个月呢 你非得让孩子都会叫你妈的呢是吧 来来来看这个怎么样 这是什么啊 奶瓶需要多贵啊 夸不夸张啊 熟悉不就好了 他熟悉你土不土啊 现在都很精致的 我跟你说 现在小儿子跟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能比 我们以前洗干净了就行了 现在的什么植物的化学的真的相当谨慎 就光什么奶瓶啊什么 PP的 PZ的 PPIC的 这头头大 你还蛮懂的嘛 开玩笑我姐当时生小孩的时候 我就跟个月嫂一样忙前忙后的 有些东西啊说不定我真的比你还懂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小孩出生就能用 像是奶瓶啊 五十三这样都是静嘴的东西啊 还有什么沙巾啊 微嘴啊 那也肯定是要消毒的嘛 他这个上下12块灯座啊 就能全部给他消毒一遍 你知道我姐买东西也挺夹的啊 他一开始买的消毒柜 就是那种什么等离举沙巾的 但那个东西用一段时间味儿特别大 紫外线消毒还有个好处啊 就是那奶水用久了不是会发黄吗 这个用多久都没事儿 不过像你啊 用一段时间估计也就给他换了 啊那小孩端奶不就没有用了 还有你看点啊 格局打开一点 等小孩大一点 他不是会玩毛绒买去吗 那个时候他可是看见什么就往嘴边戴什么 到时候你就可以把玩具放进去 而且有个玩具碰到高温就是这些气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那个新 风干 拿出来一根新的一样 而且你肚子不是还四五个月才生吗 所以你自己的那些杯子也可以拿来笑嘴 你看我方方面面给你小嘟嘱的 你好懂啊 看你什么时候选一句啊 哎少来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 看看现在的小孩 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要啥啥也没有 这么好心疼自己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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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